前生忍不住笑道 两位的智商过人 不知道该如何劝架 胖头头黑黑的笑道 你们没看见吗 我二人一出现 万一千和丁山就自然停手了 这就是智商 大伙都是一下无语起来 细思一下倒也的确是 也不知道这两人是真傻还是装傻 万一千没好气的说道 我伤蒙内斗 与你们两个蠢物有何关系 瘦头头说道 也不知道谁是蠢物 林白衣都已经进城了 你们还在这胡闹 无异于自取灭亡 什么 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万一千更是浑身一颤 震惊道 此言当真 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胖头头道 我看见了他在天一阁和李云霄一战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李云霄身上 更多的是惊愕 李云霄骂道 你这个蠢物 老子当时全神贯注的对付林白衣 却没有发现你躲在周围 否则必然拖出你来打一顿 万一千震惊道 飞扬 难道是真的 李云霄善善地说道 我的确在天一阁的时候遇上了林白衣 并且和他交手了一招 万一千脸色大变 满脸责备之意 十分不快地问道 那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我身负重伤 他扬长而去 前身问道 你觉得他实力如何 李云霄宁谋说道 强 比当年交手的时候要强很多 所有人都沉默了起来 气氛非常压抑 李云霄笑道 大家不用担心 一千这人我了解 没有把握的事情 他是不会做的 想必早有万全之策 对付林白衣 谁敢说自己有万全的把握 万一千显然很生气 如此大事 李云霄居然没告诉他 不过林白衣这般自负 来了也不现身 显然是要等到 三日后的斩首大会才出来 斩首大会是什么 李云霄恶然道 众人更是惊恶的样子 前身无语地说道 斩首大会你也不知道 李云霄摇了摇头 斩谁的手 林白衣 前身解释道 死生八项排名第二的东门远 当日栽在红月城内 现在已被万保楼控制起来 打算三日后处斩 这也是万一千大人确信 林白衣一定会来的原因 因为林白衣够狂 够自负 万一千冷笑道 现在看来果然自负的可以了 那本座就三日后布阵以待 送他归西 瘦头头说道 就是嘛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还在这打倒闹闹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 林白衣为了给你们掌教训 打算用一根竹竿 将你们伤蒙七位首脑的脑袋 串起来 竖在城门口 以尽校友 什么 众人都是倒吸口冷气 想到那场景 不由得心底深寒 还未占就先窃了 丁山也是脸色大变 立声说道 瘦头头 你的消息 是从哪来的 哎呦 这 这可不能说 瘦头头 用双手捂着嘴巴 爱信信 不信滚 不过 你也滚不出心严城 因为你的脑袋 也是林白衣 要取之物 胖头头大笑起来 呵呵 为什么不能说啊 告诉他们 是本胖爷打听来的 让他们知道 本胖爷的厉害 不过 以我之见 林白衣的想法 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哦 你对伤萌 这么有信心 瘦头头 翻着白眼 鄙视道 以我之见 三日后 城门口的竹竿上 必然是要 多七个脑袋的 万一千等人 都是面色大变 怒行余色 狠狠地盯着 瘦头头 胖头头 吃笑道 要不 我们来打个赌 输的人 就得当孙子 以后出行的话 就得四肢 趴在地上 给赢了的人 当坐骑 瘦头头 猛地哆嗦了一下 惊到 好恶毒的赌约呀 你凭什么 这么有信心 倒是说来听听 万一千冷笑道 瘦头头 小心祸从口出 你这蠢驴脑袋 岂能想事 还是胖头头的智商高 有见地 从来都是 形影不离的两人 怎么智商差倍 就如此大呢 胖头头得意地笑道 呵呵 一千大人 所言极是 因为朱祁水 和徐万森已经死了 尸体都被丁山 一把火烧掉了 林白衣 就算有通天的本领 也绝对凑不起 这七颗脑袋了 所以我认为 三日后 城门口的竹竿上 只能选五个脑袋 瘦头头一惊 咦 真的是这样啊 幸好没有打赌 他双手放在心窝上 一脸的惊恐和后怕的样子 万一千怒喝道 你们两个蠢货 三夕之内 给本座滚 否则 先拿你们的头 挂在城门上去 他身上暴躁的力量 直接化行而出 宁称两柄鲜红的刀芒 毫不留情地 就往两人头上斩去 胖兽头头一惊 都是大喊一声 就化作一道顿光 顷刻间逃得无影无踪 那两道刀芒 斩了一个空 将大地上的无数青砖掀起 两道恐怖的口子 朝远处列去 前声道 大人息怒 别被那两个蠢物给气着了 当务之急 便是赶紧演练大阵 确保能够击杀零白衣 万一千显然被气得不轻 胸口剧烈起伏一阵后 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转身说道 丁山 刚才直言 你也听见了 你我已经在同一艘船上 该如何做 你是聪明人 丁山缓缓地说道 若非是胖瘦头头说出来的 我必然会以为 是你故意施济击我 以零白衣的性子 这样的事 他的确做得出来 也极有可能会做 不得已 只能和你联手抗敌了 前声大喜道 有丁山凶真心加入 胜算又大了几分 万一千点头道 丁山的实力 的确能发挥大的作用 前提是 要诚心诚意 若到了这个时候 还要耍阴谋诡计的话 那无异于自己找死了 丁山冷笑了一声 万一千 你就放心吧 事情孰亲孰众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对付你 我尚有把握 对付零白衣 则不可含糊 万一千 重重的哼了一声 那就好 我们这就回去 开始布置眼帘大阵 三日后 让他有来无回 李云霄突然说道 我一下很好奇 胖瘦头头的行为 他们绝不可能 无辜的跑来新阎城 并且和诸位通讯 多半傲长空也来了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万一千道 不错 此事的确值得商榷 但已经无暇多想了 先对付零白衣再说吧 李云霄点了点头 目光望向了丁山 冷冷地说道 零二呢 今日若是不将零二带出来 我管你什么统一阵线 什么零白衣零黑衣的 必掀了你们天元商会 丁山脸色一沉 怒形于色 万一千想起 答应李云霄的条件 顿时说道 丁山 那丁零二既不是你女儿 又和飞扬情投意合 你何不成人之美 成全她们呢 丁山道 成全她们 当然可以 只是李云霄一直不识去 我天元商会的门 始终向她敞开着 李云霄冷冷地说道 笑话 零二既不是你女儿 我自然要带她走 这与你天元商会有何干 丁山 本上没空跟你闲扯 话搁在这儿了 今日我不能带走 林二 先杀老赖 再将天元商会 移为平地 放肆 丁山大怒 立声说道 你还真当自己是破军武帝了 是不是 你尽可一事 李云霄丝毫不让 冷声说道 这天下间能阻我之人不少 但你丁山绝不再齐烈 狂妄无击 那本作就要见识一下破军武帝的厉害了 丁山当场翻脸 一纸就点了过来 一道黄光 在纸尖破出 击穿空间 当 万一千的赤龙杖扬起 将那道指盲挡住 劝道 现在是非常时刻 何必为了一位不相干的女子 自乱阵脚 丁山 你不要犯糊涂 丁山的脸孔阴沉得厉害 道理他何尝不知道 只不过自己 已经是超凡入胜的强者了 居然还被一名武帝威胁 何况当着众多人的面 让他心中一口郁闷之气 发泄不出来 天局 将那丫头带给他 把老赖换过来 丁山拂袖而去 显然是万般恼火 李云霄见他妥协 也是心中松了口气 倒不是怕真和丁山干上 只是不知丁灵二下落 生怕惹恼丁山后 让灵二更加危险 但现在看来 显然是赌对了 现在这个结果 算是皆大欢喜 万一千带着众人离去 开始操练大阵 李云霄则随天绝去换人 丁山回到总部内 直接进入一间密室当中 里面也不知是幻树 还是真实布景 竟是一片树林 里面有涓涓的流水 一条石子路 通向一间茅棚小屋 苍武雄正在屋前 卧卷品毒 焚香鸟鸟生起 那胖兽头驼 也来了新颜城 丁山就着石桌坐下 拿起茶壶就倒了起来 城壁色的茶水 灵气四溢 沁人心脾 苍武雄并不为所动 只是轻轻的江书 翻了一页 新颜城之事 天下瞩目 不管谁来了 我都不会意外 哦 那你对现在的局势 有何看法 丁山拿起一杯香鸣 一饮而尽 脸上带着笑意 丝毫没有了 之前的那种 愤怒的神色 好似判若两人 苍武雄将书卷放下 轻声笑道 你倒是有心机 在外装作不可一视 膨胀自大 实则心思缜密 小心谨慎 即便踏入超凡入胜 也不卑不亢 着实可怕呀